原来明国明月那般优雅美丽 哪位是你心中的女神 老照片见证玄机灵灰音 才冒双全等明国奇女子 当气回城的情感经历 人间四月天般的清新时文 她的一生把浪漫给了徐志摩 把青春给了梁思成 把回忆给了金瑞玲 她的一生之中 都有痴心男人为她真情守候 她的一生已经无忍无害 这张是钱学森夫人蒋英的唯美照 甜美的笑容 高雅的气质 丝毫不逊色于当红女星赵雅之 她的一生无疑极具传奇色彩 这张是民国归秀 闫人美的唯美照 她出生名门 曾祖言小宝是李公章幕僚 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 中国通商银 并出任首任总裁 创立了上海总商会 及众多官司企业 被誉为宁波邦的开山鼻祖 陆小曼是那个时代 最有才华和美貌的女子 她聪明 漂亮 活泼 可爱 在社交界跳舞一流 举手投足 监禁显优雅重拓 在学智魔试去后 小她做了最多事的人是陆小曼 她整理出版了智魔日记 学智魔诗犬和智魔全集 不迭 横跨中国默片时代 和有声片时代的电影皇后 以美貌和演技闻名全国 成为家户欲小的美女影星 她美丽优雅 气质迷人 成为那个时代 不可不堪的风景线 夏梦是一位优雅精致的名人 高调的身材 古典的气质 难怪金庸先生 会一辈子念念不忘了 夏梦的出现 为金庸先生的创作 提供了创作灵感和激情 在金庸小说中 美丽独仙的女主角身上 都有想梦的影子 可见其魅力所在 著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所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